就在刚刚谷歌公司旗下两大AI神器 Google Bard和Gemini Pro合体了 目前完全完备 支持230多个国家和地区访问 以及包含中英日韩在内的40多种语言 合体后 这个谷歌版ChatGPT 在能力上可以说直接进入了 全球AI大模型T1梯队 除了之前拥有的解答任何问题 创作、写代码、读图 结合全网搜索结果回答问题的功能 现在还拥有了超强的AI绘画功能 只需要输入创建一幅什么样的图像的提示 它就可以帮你快速生成超级逼真的高清大图 点击后图片就可以直接下载 只是有一点我不明白 为什么这些国际巨头的产品总是支持中文 却不支持中国呢